另一位转行的我们带您看到作家国文教授出身的清明党立委张晓峰 他昨天首度进军国会殿堂来探讨美牛议题 不过当他拿到陈冲的施政报告书的同时呢 张晓峰是忍不住手痒了 把这个报告书当成学生作业来批改起来 还圈出了好多错字以及语法不炫之处 改完之后啊他甚至还冲到陈冲的面前当场纠件 让一旁的富格奎江一华看到了 真的忍不住笑了出来 拿到陈冲施政报告书 张晓峰当起老师批改考卷 陈冲的报告书里面写着 陈先起后根序为民服务 张晓峰红圈圈起来 指着根序就是继续 何必要咬文绝字呢 另外还有这个但经节律 意思等同于各尽所能 公文用语实在是太生硬 报告书当中还提到过去三年多来 张晓峰提醒 如果是执政超过三年半以上 就得说近四年文法才算正确 有些句子我觉得比较深了一点 有些句子呢就有点那个帝国意识形态 还沿袭下来了 是这一类的意识形态的问题 在我固定的那个位置上改 要审慎也没错啊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让小学生 他看得懂 小心几句 会对小学生比较好 张晓峰改完了还不够 还上前向陈冲训事错字也太多了吧 让陈院长很不好意思立正站好 一旁的江仪华喵了喵忍不住笑出来 我希望政府的公文比较浅白容易明了 而且排得整齐是这样子 所以公文的文化其实是一个有点啰嗦的 但传统的公文文化是比较着重典雅 或者不出错或者什么 但是我要求的是另外一个就是民主浅白 张晓峰并且把施政报告纠错列出来 洋洋洒洒好几张A4的纸 只是张晓峰自个儿也把陈冲的冲写错了 终于转站刘家伟台北采访报道